6.5马赫,200公里,未来武器 它不需要炸药却能在一瞬间把200公里外的目标撕成碎片 它的速度是音速的6倍,6.5马赫 它不是想象中的科幻武器 它已经上建,电磁轨道炮 2025年4月,日本防卫省首次公开了舰载电磁轨道炮测试画面 这门重达8吨的炮被部署在飞鸟号实验舰上 最大射程200公里 实际上早在2023年,日本就完成了40毫米电磁轨道炮的首次实弹测试 一枚320克的弹丸,以惊人的6.5马赫窜出炮口 这是传统舰炮无法想象的速度 你可能会问,同样是炮,为什么电磁轨道炮能打出200公里的射程 而传统的舰炮只能打出30至40公里的射程呢 这里是金戈军事,带你一起探索电磁轨道炮背后的黑科技和未来战术应用 与传统火炮用炸药点燃不同 轨道炮靠的是电 巨大的电流在两根导轨之间产生电磁力 推动金属弹丸以超音速飞出 没有火药,没有炸药,只有速度,音速的6倍 而速度就是毁灭的根源 美国早早启动轨道炮计划却在2022年宣布终止 因为测试中,导轨烧毁严重,难以长期作战 而日本的成果却惊艳 连续发射120发,导轨依旧完好无损 为什么日本轨道炮可以射击120发 炮管没有被灼伤,而美国却放弃了 众所周知,日本在高性能金属、高分子复合材料与陶瓷材料领域 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这次成果再次证明 日本确实在关键结构材料方面突破了限制 使轨道炮耐久性大幅提升 目前,日本轨道炮仍面临两个核心难题 一是,供电系统庞大,想部署在军舰上太占空间 二是,制导技术仍未突破 因为发射加速度高达速万计 普通的电子元器件根本无法生存 这也限制了它的精确打击能力 那问题来了,电子轨道炮能耗高,制导难 为什么日本还在坚持研发? 想要打200公里远的目标 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成本高达150万美元 而一枚轨道炮弹仅仅几十美元而已 没有炸药,没有引线 它不仅便宜,安全,还能够密集打击,持续发射 在东亚,轨道炮这种高密度低成本的打击方式 将极大的改变海战规则 一艘驱逐舰若能打出上千阀高速弹丸 就可能压制整个海军基地 防空阵地,甚至航母编队 对于台湾来说 它可能是提升非对称作战能力的一种突破口 想象一下 一轮打出去,上千枚轨道炮弹丸齐头并进 密集打击,毁灭式覆盖 世界上任何一个航母编队都可能被打成废体 这可不仅仅是战术入室 更是战略威慑 这里是金戈军事带你探索未来战场的火力极限 如果电子炮量产后世界海军格局会发生什么变化 你觉得电子轨道炮是否能取代传统舰炮甚至导弹 留言聊聊你的看法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